你知道世界上最高的雕像有多高吗? 这是普通人的身高,176厘米 这是意大利大卫的雕像,高度5.1米 它是意大利雕塑加米开朗基罗·伯纳罗蒂创作的大理石雕塑 这是美国的马丁鲁德金雕像,高度9.1米 它坐落于华盛顿特区的潮汐湖畔 石像所雕刻的是美国著名黑人人权运动领袖马丁鲁德金 这是埃及吉萨金字塔,斯芬克斯,高度20米 它是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 哈夫拉按照斯芬克斯的形象建造了一座石像,被后世称为师生人面像 这是中国香港天坛大佛,高度34米 它坐落在香港大雨山沐于峰顶 宝连禅寺前,是当今世界上最大露天青铜座像 这是印度阿迪鱼级雕像,高度34米 它是瑜伽的开创者,是第一位将瑜伽的种子放入人类心中的人 这是印度教师婆神像,高度37.5米 塑像位置于古老的穆鲁德什瓦拉斯 雕像三面环绕着阿拉伯海 这是巴西的耶稣像,高度38米 它站立在里约热内卢国家森林公园中的科科瓦多山顶 这是马来西亚的Walt-Fothik-Yen佛像,高度39米 它坐落于马来西亚的双龙寺内 这是玻利维亚的耶稣像,高度40米 它是科恰班巴式的标志性建筑 位于科恰班巴东边海拔2840米的圣佩德罗山顶上 这是土耳其凯莫尔雕像,高度42米 凯莫尔是土耳其的创建者,他被称为土耳其之父 这是衙庄龙山寺大佛,高度42米 位于越南衙庄的龙山寺内 这里到处都体现着中国元素 这是中国孔子像,高度72米 它位于区腹城区东南30公里处 这里是孔子的诞生地 被人们尊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景观的至高点 这是中国香港慈善寺观音像,高度75米 它是世界第二大观音像 这是九华山地藏菩萨童像,高度76米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西南20公里 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 这是中国佛山观音像,高度77米 它位于我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观音寺内 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 这是俄罗斯的祖国母亲在召唤雕像,高度85米 它是为了纪念苏联卫国战争的雕像 它不仅是福尔加格勒式的象征 也是整个俄罗斯的象征 这是泰国的红筒大佛,高度92米 佛像本体多数都是依靠人工一点一点的搬运水泥堆砌而成的 这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高度93米 它是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 现出立在美国纽约海港内的一座被称为自由岛的小岛上 这是日本的牛九大佛,高度100米 它位于日本的慈称县,是世界第二高佛像 它曾经以世界第一高同志佛像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是乌克兰的祖国母亲纪念碑,高度102米 它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地灭伯河畔 这是三亚南山海上观音像,高度108米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白衣观音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观音像 这是缅甸南侃大佛,高度115米 这是中原大佛,高度128米 它位于我国的河南省,它是世界上最高的佛教造像 这是印度的团结雕像,高度182米 代表感覆益前后,还准备一点zz肢 影音像,爱了个女生党,在一่佛 tub里面站上 我觉得这次顺恒的症候